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26日 法国毕灭科特迪瓦 周六凌晨 国际友谊赛继续上演好戏 欧洲豪强法国将约占非洲球队科特迪瓦 前者目前世界排名第三 反观后者位列第51 双方实力差距一目了然 法国金扑大胜可期 经历去年欧国杯止步16强的失望后 法国重整旗鼓 成功在欧洲国家联赛 以及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中完成救赎 先是去年10月赢得对10首个欧国联冠军 紧接着又在11月提前一轮获得了 2022卡塔尔世界杯入场券 诚然 封献王牌基利安 麦巴比是法国去年欧国杯出局的一大罪人 但此子在之后的欧国联淘汰赛 以及世界杯外围赛中完成自我救赎 要知道近四仗各项赛事此子连场破门 其中在倒数第二轮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分组赛 对阵哈萨克一战中更是上演大四喜 他的状态复苏将有助法国争取 今年完成未免世界杯的伟业 本期大名单中 除基利安 麦巴比外 包括安托恩 基斯文 保罗 普巴 尼高禄 简迪 拉菲尔 华拉尼 卢卡斯 薛南迪斯等常规主力悉数入选 唯一稍感遗憾的是另一封线核心卡莲 宾森马因商落选 不过以法国身后的阵容实力来看 此一面对科特迪瓦还是绰绰有余 反观科特迪瓦近半年连番遭受打击 不仅世界杯非洲区外围赛提前宣告 无缘争夺晋级决赛州的资格 而且今年年初也在非国杯中止步16强 球队正在走下坡路 无可否认 科特迪瓦与法国颇有渊源 以往阵中出现过不少层效力过法国各阶段青年队 从而成年国家队转投科特迪瓦效力 近期大名单中的维利 宝尼 麦斯维 戈尼特和赫拿便是 这也是外界戏称科特迪瓦为法国二队的原因所在 其实科特迪瓦阵中大多数球员征战于欧洲主流联赛 其中爱丽 拜尼 法兰克 基斯尔和尼古拉斯 比比三人更是效力于欧洲四大联赛豪门球会 毫无疑问是球队的绝对门面 但仅凭三人显然难以抗衡众星云级的法国 实力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的科特迪瓦金扑为有寄望书少当营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